今天我来认识一个新的老婆女孩 我在老婆来半年了 我也认识了很多老婆女孩 我是在网上认识她的 因为她是她中文比较厉害 所以说我想见一方面 见一下 看我跟她有没有缘分 我其实真的是在老婆 认识了特别多老婆女孩子 但是我觉得 我还没找到真正我喜欢的 我看一下我跟月月 她叫月月 月月你多少岁了 我今年20岁 你现在是住在湾县的吗 是的 我住在湾县 好像你骑摩托车过来 也就二三十分钟是吧 对 二十十分钟就到了 你现在是单身吗 单身 想不想找男朋友 想啊 特别想 我们在网上聊得还是比较开心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 还是很合得来的 那你现在还要回去读书吗 要是明年疫情好了 还回中国去 那疫情好了我也要回中国去 那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也很多 你中文这么好 你是学了几年的中文呢 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基本上的汉字都认识吗 差不多都认识了 你是以前读的哪个学校 在南州大学的 南州大学在中国很出名 你知道吗 你也知道很出名对吧 那你们在南州大学的留学生 都很厉害吗 你觉得 有没有那种 有没有那种就是不爱学习的 也有 经常逃课的 也有的 我以前听我朋友 我朋友也在大学当老师嘛 他也是带留学生的 他说很多留学生都不去上课 有时候一周就去一次两次 那你回老窝了 你想打算 疫情还很长吗 你打算做些什么吗 我现在就打算去找工作 然后积累经验之类的 等疫情好了 你每天那么早起床 我真佩服你怎么起得来 月月啊 他就每天五点钟起床 然后打扫卫生 帮他爸妈做饭 真的特别勤快 我为什么想跟他见面呢 因为我跟他网上聊天嘛 然后他有时候五六点 就给我发信息 说他醒了 我就觉得他是 特别勤快 在老窝 我认识了很多老窝女孩子 他们就是睡到自然醒 也不上班 也没工作 我就觉得月月是特别难得的 特别的勤快 所以说我跟他聊了没几天 我就想见他 今天月月到我这里来玩嘛 他起摩托车了 大概二三十分钟 就到我这里来 就我看一下 跟月月两个人有没有缘分 你对我感觉怎么样 觉得我这个人还怎么样 你这个人特别好 不然的话我不会来见你 特别好 谢谢谢谢 那其实我的情况 又也大概了解了 我以前呢 我是重庆啊 然后在重庆呢 以前有个前女友 都是因为没有钱嘛 然后前女友就跟我分手了 我就决定到老窝来 开始新的生活 为什么选择老窝呢 因为我是四月份过来的 那时候老窝一点疫情都没有 我打开那个世界地图 每个国家都看了一下 旧老窝没有疫情嘛 我就决定来老窝 虽然来老窝花费也比较高 我当时是花了一万七 包括机票签证 还有隔离酒店 花了一万七才来到老窝 来到老窝呢 我就找工作嘛 因为刚开始来也没有 就是没钱嘛 你必须 就说每个月要有固定的收入 你才能在老窝待下去 我就找了一个工作 在一个酒店里面做前台嘛 五千块钱一个月 我觉得包吃包住五千块钱 我能够在老窝生活下来了 特别是像我年龄大了 想找一个老窝老头的话 你没有固定收入的话是很难的 你在这里如果待一年两年 你的积蓄都花光了 就只有回国了 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工作 那我也是认识了很多老窝女孩子 当时我觉得月月是最好的 那你假如说我们有缘分的话 你爸妈的话 她是怎么看待和中国人交往 他们一般会同意吗 我爸妈哪个国家都同意 就是要对我好就可以了 那你们就是家乡啊 你们村子里面 有没有结婚要彩礼的这个习惯呢 我们彩礼不贵 一般老窝人就要一头牛 但是我的话应该要两头牛吧 为什么要两头牛 你要贵这么多 一倍了 因为我是 在此外我是大学生嘛 然后我妈妈可能要贵一些呗 两头牛 那其他大学生也是这样的嘛 对了我说是大学生都要比 没读过大学的财力要高一些 那买两头牛的话 一般对了我要多少钱 我看看我现在的钱包够不够啊 两头牛嘛 不贵可能一千五百人币吧 两头牛一千五百人币 两头牛 你是不是错了 在中国一头牛要一万人币哦 不是一头牛 在中国一头牛都要一万人币哦 在一一头牛 一头牛 你还不知道那我去问一下 我去问一下 那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吗 比如说有哥哥姐姐弟弟面对吧 我有一个弟弟在越南读书 现在还在读书 是的 他多少岁了 比你小一点 应该只小一点 18 才18岁 都去越南读书了 那这样吧 我们约个时间 到时候我去你家里 见见你父母嘛 请你聊一下天 到时候我不会老我语啊 到时候要翻译一下 看看你父母 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好 可以 大哥们大姐们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过几天我就去越岳家里看看啊 然后到时候如果好录视频的话 如果他父母允许的话 我到时候会录一个视频 他家要两头牛啊 我还不知道两头牛要多少钱 我要去至上上问一下 我买两头牛 现在买不买得起啊 买得起的话 我就去他家里 去看看他的父母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